一别两宽 One spot it, then they leave it 这里的一它是一旦的意思 一旦 这个是它的Standly变调 一的变调 一别会让这个声调更流畅 一别 Foreign Analyzing Page 一旦 一一旦 That's rising and falling 这是一它变调的 是为了让我们的声调 Smoothly 一旦 Once 这里有一个句子啊 转账一停 感情归零 感情的说是这个 affection 就是两个人的relationship 感情啊 back to zero 转账是吗? Transfer Transfer money 转账 When stopping 转账停了 没有转账了 这个情感就 Dispeared 没有了 消失了 一旦 宽 宽 Wide 它的反应词是 支挨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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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rrow If the space is too narrow 如果空间太窄 它会给人一种束缚感 They will give people a sense of less change 这种 这个叫束缚 束缚 A A 分开以后 A就很宽了 没有束缚感 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 Within the relationship 有一些什么 negative emotion 负面的一些情绪 有束缚 有很多束缚 那这个一别两宽呢 是这个 就是两个人 Do people separate Both of them can obtain a kind of tipulation 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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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种建议 就是 能够 Let go 放手 放手 more more easily after parting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我们还是一别两宽 Divorce 离婚呢 离婚吧 一别两宽 分手吧 一别两宽 分手吧 一别两宽 好 尽可能的 enjoy your life to the forest 尽可能的享受生活吧 它是一种 分手后的扩大 但是也有一种 遗憾 可惜 Pity Pity feel pity 它这里有句话 一首情歌两难 Allow somberines to Divorce 这个是困困难困境的意思 这段感情吧 带给两个人 至少是现在的这个阶段 它是 对两个人的 一种束缚 对吧 刚才我们学的束缚 依然是豁达当中 依然是惋惜 可惜 我们 我还心里不停的问 我们为何一别两宽 我们为何一别两宽 为什么到现在 为什么 要分开是吧 should we part and let each other go 放手 这个词表达的很 对情感表达的很细腻 很 很好 听一下啊 听一下啊